大家好,我是巨大車业的小菜 那很多車呢,可能年紀較大之後 它在水管的部分或鐵水管 就會呈現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就是整個都是漏水的,生鏽 那車子的水路循環系統呢 其實我會建議,大概一年到一年半 就更換冷卻液一次 那有的時候加水就好,加純水就好 當然都可以,因為水就有降溫的作用 那水有降溫的作用,但是呢 你如果加的是一般的水的話 它裡面會有所謂的鐵啦、鎂啦、離子 它會加速生鏽氧化的一個產生 特別是針對鐵製品啦 其實鋁也會生鏽 那像其實你看這個鐵水管都鏽到不行 一撥,它就開始掉了 那如果你用的是一般水的話 它氧化的速度就會比較快 如果你用純水那當然比較好 那但是冷卻液除了是說 它有冷卻就一二醇的冷卻效果 可以做廢點的提升呢 它裡面通常都是有油性成分喔 它就可以做這種金屬的一個潤滑 包括說像那個水磅谷的葉片 那有這樣的一個作用呢 就可以延緩這種生鏽的一個狀況 所以冷卻液的效果是有的喔 那再來呢,像這種水管呢 你會發現一段時間它會 可能用十年它就會有這種發脹的狀況 這種就叫做我們一般台語叫碰爬 這種水管脹大了呢 就代表是這種 它冷卻熱脹的時間很久了 所以就會產生這種膨脹的一個現象 那像這種膨脹到已經漏水的話 就不太好了 就不太好,它已經在漏水 所以這個在進場保養一定要去檢查 那再來的話就是像水鏽嚴重喔 像這種你看 因為它生鏽的關係 所以整個水磅谷的葉片啊 金屬的部分,水管的部分 整個都是鏽有沒有 一刮它就下來 整個都是成粉狀這樣子 這樣也真的是不太OK 那有時候呢 你沒有開蓋 你不會發現 你不會發現它是這個樣子 好像這個水箱蓋裡面 它就已經爛掉了 但是如果你沒開蓋 你不會發現 但是你可以摸水管 你會聽到有酥酥的聲音 很酥這樣 酥酥的聲音喔 有點像餅乾脆滴酥的感覺 這就代表裡面水垢 水鏽附著在管壁上面是非常嚴重 有點跟心血管 這個膽固醇附著在血管上一樣 那以上就是夏天喔 我們常會遇到的 就是這個水的問題 那不可以不小心喔 因為一旦出現狀況 就會像這台車它已經沖掉了 沖掉之後要再做修復都是一筆大的金額 特別是老的車子遇到這種狀況 可能大家都會喪失了這個求生的意志喔 就乾脆不休啦 有預算的當然就恭喜啦 如果沒預算的話就可能會比較痛苦一點 好啦 簡單的分享給各位喔 我是巨大車業的小菜 還有什麼問題呢 都歡迎在線上跟我接駕 聯繫不到我就打電話來吧 因為有時候維修區比較忙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